飞了一个半小时之后突然飞机上有乘客心脏病发 所以搬机整个折返回日本成田机场了 好 日本那边最新的情况我们给连线的随行的记者杨秀金 来我们报道 秀金 或者是严重的心脏病 而且那个机场也紧急广播 我们看看机场是不是有医生或护士来做紧急的处理 不过最后发现好像这个病人情况还严重的 因此当时机场就紧急的决定将要再者返回东京成田机场 也就是一来一回大概已经抵累了三个多小时 而刚刚其实这个病人就坐在蔡英文的旁边 因此也让蔡英文去见了一场 他们也紧急的期待坐在头去 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发生 不过现在呢 目前是已经降落到成田机场了 也正在把这个病人送到医院急救当中 不过目前呢 乘客全部都还在飞机上头 不过刚刚我们有询问了机上的主约 那么预估这样算一算 可能会在成田机场大概在一个小时 也有可能会将另外一台飞机重新起飞 不过这样算一来一回 可能就已经至少耽误了五到六个小时 因为原本呢从这个东京飞到第一架华府 大概还需要十三个小时的时间 原本一直是在华府的这个十二号的晚上 大概六点钟会降落 不过现在一起时间算起来 第一架华府可能也是当地的午夜或者是凌晨了 不过其实呢这个蔡英文本来在在隔天的早上 是会有一些不公开的拜会行程 不过如果有在午夜到达的话 目前看来这个拜会行程应该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不过由于现在是这个也是911红布公级停届的时候 因此这个紧急事件也让大家是进了一场 这所在目前东京的真正状况 好 谢谢秀卿的报道 那么这个班机稍待会晚间8点15分的时候呢 会再度的起飞 那么蔡英文你可以看到他今天呢 出访美国2012年的总统大选海外赛 真的已经是提前开打了 那么除了争取侨胞的选票之外 中国大陆的台商票也是兵家 那么蔡英文的总统大选海